好,那各位公主,我们今天呢就继续延续我们上一节课的说明 刚在上一节课呢,我们有提到云端化有非常多的问题 那其中有一项接审师员,接审森探 那这件事情呢,这样的一个优点呢 我们是在上一次也有透过我们实际上对学校的一个评估 云端化的评估呢,也就会分享一些规划的资料 那当然这个目前到底进行的状况如何 还要向待这个图字处还有我们学校校的一些 那一些最后的一个定案 好,那么上一次 就是,我们应该看到这里 就是有一个同学,他在指示圈呢 做了一些作业之后 他也没有带学生碟等等 没有带一些设备 那他就只好回版 把他的资料存在12这边 那如果有一段话,这样的主意的话 之后呢,可以从 可以从家里再到云端的系统去下转这个作业项目 那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 那也提到说 所以接下来有个研究方面 这个研究声号 研究方面的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提供更稳定的电脑研究平台 这个电脑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电费流上来 所以电费的节省很重要 那这次上一次有提到 那参考案例也有提到就是 像这个甲鲁文 这个甲鲁文家公司呢 他本来要部署一个 部署一个环境呢 必须要集中的时间 一里网里要准备到集中的时间 但是我云端的这样的一个 支支支支援之后呢 他只要不到一个小时 就会获得相关的一个环境 所以说 整个概念变得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那些耗费大量空间 耗费大量实体设备的那种 建设已经不再是必要的 那这里当然每一个人呢 其实 就算是小小公司 小公司 他也蛮有能力的 去建构一个属于他的一个环境 而且是用多少算多少 用多久算多久 这样的钱 所以说 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思路 那么在实验室里面 我们也希望说 因为有一段话 所以我们不需要 花太多钱在这个 很顶顶的收入彩购上面 那通常常研究 为了某个需要 建构力算量 而购买大家的设备 这个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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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很 很可惜的 因为只有我 瞬间需要更大的设备 所以 那么强的一个资源 那我们这几个例 就是当学校 学校在注册 在选课的时候 常常会 所以也会塞车 那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网路市 市场 市场应该是够快 因为我们网路的股份 有到10G MG 应该是还OK 应该算可以接受 但是重点在SERVER 消耗不了 大家就上 上那个SERVER去 水分的SERVER 那结果就 SERVER字幕消耗 这一段建工时间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 次必要采购 足以定义 这样的量的一个电脑 对不对 的SERVER 那等级要非常高 你看这个 瞬间我们有 上好几千个 甚至上万个同学 已经上线 而且 除了一个业务 都是 还算是蛮复杂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 你的投资就 就要非常多的一个 经验进去了 那如果说 一直有这样的量 一直有这样的工作量 那还可以说得过去 因为 我的量就这么多 都会这么多 每一量都这么多 但是不是啊 开悬 悬得多 哇 结果没有量 对不对 还有人会上全会系统 加热悬的时候 除过之后 只要有什么量 加热悬的量 不会太大 那之后大概就 没什么量 那你那些 采购那么样的高 两个机器 那只有在那个时间 那个时尚被用到 那么多的势力 其余的时候呢 支援都在限制 所以说 因此这个是 很不好的一个 规范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解决这一点 那我这个图就是说 你的监工 监工要在这里 因此呢 你踩破了电脑 如果没有云端的带领 你就必须要踩破 一个这么高档的一个机器来应付 最健康量的一个机器 很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到这么大的量 那这时候就大贩小用了 就浪费 电子浪费 时间浪费 头智什么也浪费 所以我们希望是这样的 就是说 实验室的这个角度呢 它需要什么样的实验 一个平台 透过云端的带领 那有实验室的同学 跟这研究生呢 把它需要的规格写好 它需要什么样的作为系统 像我这边去 作为系统 Windows 或者是一些 Linux等等 CPU要几颗 5颗 5颗 10颗 100颗 都可以 Rain要多大 Hardisk要多大 硬力要多大 还有网附 就是 虚拟机要几排 它当然还有网附的平台要多坏 都可以 我们说纸上挡臂拿鞋 纸上挡臂拿鞋 纸上挡臂拿鞋 或挡臂拿鞋 有伞臂拿到 到零段系统去 零段系统 你就 可以很迅速的 很迅速的架构出架面管理给 你都可以用 好 实际上 并不需要在实验室 放这样的主机 这样的机器 你也想要在实验室 透过 一个领布 一个键卡 或认可 一个 优惑设备 很简单 优惑设备就可以了 就可以来存取 来操控这些 你当的设计法 的原段的基础 那现在 用在那边 维护这样的 一个 12分 好 那 也不用靠一下 维护的成本 这是在实验室这边 那 行政能源这边 有类似的概念 行政能源这边 即使每一个 行政 行政大会的同仁 都有电脑 都有电脑 常常 这个 標榜就是中毒 都在当中 就是要更新 特别 麦克服的 产品 常常需要更新 常常必须要做一些 做一些 这个 新增 管理的更新 管理的新增 或是说一些 系统的 这个 扫护工作 或是防护的工作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非常 非常耗的支援 而且也会把你的这个 这个数字呢 这个什么 电脑数字呢 拿破 所以 那 那 土豪流量的问题 刚刚我谈过了 所以 我们还是 我们希望呢 能够新能源 用到的一个 电脑 都是很 我们还叫 很轻便 好 什么叫很轻便 就像 就像 这个 这些 行动的设备 那大部分的 计算机 也都从云端 标的 那 这样子的话 其实 你的设备 你的设备很 就是轻量 所以里面所放的 里面所放的 里面所放的系统 其实也是蛮轻量的 也是蛮好维护的 东西 简单就好维护 你系统看 那么长 总是不好维护 对不对 所以 你会轻便的 甚至说 我只用browser就好 我是平板 就做browser就好 因为有网络机 就好 就是browser 那 那这样子够了 我通过 Webbase 来做这些 这些 service 可以做 所以实现一些 这些 这个 行动办公室的概念 那 那 所以我们也建议 邮行政客也不用 一直都坐在办公室前面 它可以 这个 效应 可以走一走 那 刺激一下 可以增加这个效率 事实上 嗯 我比较不建议说 都走在办公室前面 因为 这样子其实有多大会事 这个办公室 另外在做事也一样 对不对 所以可以到路走一走 希望里面挂一挂 然后呢 随时可以接到 这个 是 prev curriculum 这个就是 被國化整个办公室的一个效能 都在此 只能具 marrying 收线和工程 那 光学也也是一样 我们家上面 包括 创工 周j 地方你们可以想象 物件 好 那 您的 School 採握的設計就 心體的採握所很大就會降低 所以理想的時候就是希望 本來是各自委證的 各處室啊 各學院啊 各學系啊 各自採握各自的電腦 各自去負責各自的委員 這時候我們可以拿著 調整一下 全部整合在一起 全部整合在一起 那就 雲亂化 拿起東西 好 好 但另外呢 雲亂化不是只有把 把機器集中 這樣的一個簡單的概念 我們有一個概念叫做 Stimless Stimless是無縫概念 什麼叫無縫貨充呢 呃 當然貨充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 我多買幾台電腦 接下來就叫貨充 對不對 沒錯啦 但如果可以不關機的貨充呢 我現在零端系統在弄 在跑 那我現在機器不夠 硬體機不夠 馬上 可以採用 把它搬來 新機器就直接接上去 就直接再串起來 我不用把我整個零端系統 先把它 關機 然後 然後 重新接上 新的電腦 然後再重新再配合一次 再開機 不用 我可以delive 的一個 integration 可以直接 這樣的一個處理 好 那這就是一個 無縫貨充的概念 用它 關電源 直接都接上去 OK 好 所以一開始 通常一個 一個組織 它在 建立它的雲端的 一個 建設的時候 一開始 投資大會 比較多 畢竟有一些 硬體 還是雷馬 雲端雞馬 雲端雞馬 但是 長不起來看 慢慢的雲端化之後 各大部位 已經不需要再自己採握 它的硬體了 因此 那 我們投資金額也 大概也穩定了 慢慢的就是只有 很機能回復的 工作 所以 它的 它的 這個成分 會比較 越來越下降 那 甚至呢 有些 我們發現說 有些比較 也許說 快要 某些 某些實驗室 它覺得 已經是 這個 功能不太強的 奢樂 也可以捐給 足足 都可以穿上去 我雲端性 不可以 螞蟻熊兵 來弄一個雲端性 我不記得 雲端性 裡面的每個 節點 每個主題 都是要很高檔 我可以PC 也可以創 一直的系統 PC啊 server啊 都可以把它創在一起 這才是它 想要搞定的目標 我可以把它集合起來 不同的結構 不同的平台 都可以集合起來 那就是 我希望這樣 所以 有些耗出雲端造型 它是真的做到 真的樣子完整雲端化 那是有的耗力 只是把它集合起來 就讓圓端化 那就沒有那種單純 你看到什麼 無縫破充 Synthes are still 無縫 可以無縫破充 努力 還有人 剛講的就是 剛講的那些課題 都比較好 我想是這樣 好 那 這次 這次以中文大學 這邊來做一個 瞳瞄 那我想這個投資金的 當然越來越越 越來越 應該只會超越 沒有雲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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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的成本 越來它會越下 那幾個例子 那有一個例子 像這邊是 這是有預期 雲端預算推廣服務計畫 就是在去年的一個預期 那預期四年 那希望呢 能夠 福爾節能減單 乃保保趨勢 希望可以 節能三十四億 節能三十四億 還有 再舉個例子 像 延避熙的雲章平台套裝 幫他問事可節省 防止50%的電子 這個 都是 超過 10位 超過 兩位數的 percentage 的一個 降低 這個都 非常 非常誇張的一個 節省 我們有時候在講 經濟成長率 3% 3% 3% 鼓勵的要運 那這個是55% 我想這個是非常值得去做的 那以 以文章大學的電力的出負 那我們之前在 應該是在一兩年寫預付的 大概是一億左右的電費 那我們出負一下 如果我們有一個話說 大概可以成六千多萬 六千多萬 那 那 那這個是 當然是台幣 好 好 那另外 還有一些例子像 大大大利亞 研發銀行的運用成本 也因為運動化 下降好是50 一年內 就把部署零端化的 這個 建制的成本拿回收 那原本呢 沒有運動化世界 原本它的一個服務器 就是它的伺服器 所有的利用率 就完成 也就大部分都在限制 大部分都在限制 那我們 我們全製工程的同學 應該都能改變 那 呃 有一個概念就是這樣 我們要讓 resources 我的 我的 我的resources 要讓它很盲目 那這樣才有意義啊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 常常要注意一下 有電感的CPU Rigulation 是不是夠高 夠高 那當然 你不如是因為重虎 就夠高了 有時候重虎就會很高 比如你是這樣子 因為重虎是併服的 結果你是當一家的節點 去攻擊別的 別的 別的網站 甚至你剛剛 你會畫一些成本去 發一些這個 計算資源 做這個攻擊 如果都是屬於自己的工作的話 我們希望你這個電腦就要好 你的電腦就要好 你的電腦就要好 然後運動 讓它 always be easy 這樣 是一個 第一個 而 才是一個 而經濟效益的同事 那也是 server 它已經按在那邊 你能夠讓它 盡量的 我盡量的再攻擊別的 但是 我們都做得分規劃 不要做些虛弓 好 OK 那核醫生引導現在把它主持 或者是現在整個醫癒增加 團戰術 這都非常驚人 反正幾十 這個 十以上 二十三比四十 都很驚人 OK 那除了 結論整探案這件事情之外 當然它的一些應用面 事實上是沒有什麼限制 它的限制就是對於想像力 你能夠想出什麼樣的應用 在運動上 應該都可以 所以它的這個概念 這應用太多了 很多跨平台的應用 很多非常前瞻的應用 我可以知道 我們來個不來的 是 我們來個不來的 我可以說